第一集的时候说到陈子郎母亲想要离婚 这集陈母为了达到与陈父离婚的目的 特意找了律师来咨询 律师告诉他们 需要二人分居一年 法院才能受理 而目前他们只能住在同一屋檐下 不过可以划新界限 陈母回到家中便展开了行动 是要与陈父把所有东西都分得清清楚楚 包括衣食住行 陈父也生着闷气 一句软话也不肯说 分就分 看看到底谁怕谁 他以为陈母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 他自己又没有收入 还能折腾几天 到后来还得乖乖来向自己求和 陈母这一次倒是贴了心 想摆脱现在这种压抑的处境 她来申请公务 办事员向她询问二人离婚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陈父有第三者插足 或是赌钱 家暴之类的原因 陈母仔细想想 陈父倒也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只是自己觉得只要与她在一起 就会感觉到喘不上来气 她希望能早日从家里搬出来 办事员答应会帮她尽量早点申请 陈子婷与徐浩南成为了一对 令人羡慕的恋人 他们都愿意改变自己来迎合对方 徐浩南别出心裁 邀请子婷出去跑步 对于并不经常锻炼的子婷来说 这是一件很苦恼的事情 但是为了徐浩南 她咬牙拼命坚持 哪怕自己累成了狗也心肝 徐浩南回到宿舍 很贴心地为她按摩静磷的肌肉 被室友们误解为二人在做快乐运动 知趣地纷纷离去 而二人也有些意乱情迷 本来顺水推舟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但子婷从网上密集中 看到初夜的注意事项 想要给对方一个完美的印象 却因为内衣有捍卫 而终止了这次差点进行的亲密活动 邱福带着徐浩和她的儿子李日辉 去学校报名 被老师误以为她是徐浩的爸爸 请问这位是 我老公虽然不是小慧的亲生爸爸 但是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爱 邱福受到了刺激 回家后就开始染发和保养自己 以其从表面上与利芬能够拉近年龄的距离 邱凯杰忍受不了父亲的唠叨 就出来担任保安工作 一日回家时 意外发现父亲开始吃一些壮阳药 还特意染了头发 猜测父亲是为了迎合利芬而做出的改变 利芬为了讨好邱凯杰 特意做了丰盛的菜肴 没想到却被父子俩同时数落 好心没捞着好报 邱凯杰虽然搬出来了 却时刻关心着家中的状况 他向岳凯杰打探利芬母子的举动 可惜并未能找到利芬想欺骗父亲的罪证 而邱凯杰用零售贿赂李日辉 询问利芬之前的感情经历 也没找到什么出格的线索 陈子郎与邱凯杰一起逛街 二人请到深处想做点愉快运动 却苦于没有好的去处 陈子郎提出在太空舱恩爱 可是太空舱记载又不允许 二人只好偷偷行事 最后还是闹出了动静 被老板娘发现将二人制止并揪了出来 还罚了他们一千块钱 让二人兴致全无 陈子郎临走的时候 看着邱凯杰的身影 心中不是滋味 她觉得太空舱环境恶劣 想让邱凯杰回自己家暂住 不料她刚刚提出 就遭到了陈傅和何子婷的坚决反对 纵使陈母站在子郎这一边 也改变不了结局 陈子欣突然接到电话邀请 让她担任李廷军的助手 这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 闺蜜替她开心 可陈子欣接触了新工作后 却发现与自己期望值有所不同 她的工作理念和李廷军似乎并不达掉 太空舱突然被查封 所有住客不得不搬走 邱凯杰一时无处容身 陈子郎决意把她带回家 她知道 唯一可以对付老爸的人 就是妹妹子婷 于是向子婷开出条件 让她帮助自己 子婷失足大开口 提出要五千酬劳 陈子郎犹豫之后 还是答应了子婷的要求 等陈子郎把邱凯杰带回家后 遭到了陈子郎的激烈反对 任凭子郎如何求情 陈子都无动于衷 关键时刻 子婷出马 给陈子郎倒上一杯啤酒 然后对她一番吹跑 接着拿出了 从子郎那里索要的五千块 称是子郎孝敬父亲的 成功地收服了陈子 让邱凯杰得以进入 这个本就非常狭窄的家居 这就是香港爱情故事的第三集 接下来邱凯杰入住了陈家之后 生活会怎样 陈子欣的新工作 与自己期望值有所不同后 会做出什么改变 陈子婷与徐浩南 接下来会不会完成亲密行动 请把影片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并且按赞 小铃铛打开 可以及时收到 下集最新影片的通知